呛辣风格真实呈现 新闻呛一下 周玉寇呛新闻 时间是8点05分52秒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周玉寇呛新闻 今天是6月6号呢 祝福大家六六大顺 不过台湾的政治在这几天会有关键性的决定 那就是6月8号 民进党要出现史上第一次 民进党的现任总统跟他的前任的行政院长 要来一起政见辩论 而参加10号到14号的预期当中的初选 不管各位到底怎么评论蔡英文 或是讨厌蔡英文 甚至于高度的崇拜蔡英文 在这个过程当中 蔡英文最后敌不过民主对她的照耀 而接受了她所谓的初选的机制 而且还要站上政见的舞台 对一位台大毕业生来讲 这是何其骄傲中当中的一个谦卑的事 我要给她一点肯定的 好另外呢 国民党的选举呢 现在进入了派系 地方黑金 vs权贵蓝写的状况吗 这对台湾是优还是服 明年的2020的总统大选 有一些初步崛起的小党 能不能够在人民的睿智的选择当中胜出呢 各位听出来了 我们在脸书上面的直播 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来宾 就是野百合悬运的领袖 她是台大毕业的范云 范教授你早 嘿 可可姐早安 听众朋友大家早 你现在还是教授啊 还是啊 台大没办法你开除啊 幸运的 因为那个台大我们鼓励 那个教授的社会责任 大学的社会责任 我还是很认真在教授的 我说管中敏安之后 管中敏 你有见过管中敏吗 没有耶 因为评论管中敏事情的人非常多吧 所以贺德芬教授那些都还安好 开过记者会的还有更多人 我想管中敏这些人都还存在在台大 目前都还存在 我们怎么都忘记他们了 为他们加油 谢谢 我觉得台大一向是以那个 校园民主言论自由嘛 如果连校长都不能批评的话 那不就变一言堂太可怕了 就是说像管中敏 因为被他的这个参选的过程 领选的过程有瑕疵 有一些这个法律上 社会上讨论监察委员的 这个甚至于也有这个 一些处理嘛 对不对 那所以让管中敏就必须坚守 一个民主机制里面的 知识分子的良心 这还不错 应该也不是他个人 因为整个制度 我知道 我们是专业在评论 并没有 我们台大各种政治立场都有 有非常集统的 也有非常集统的嘛 如果要用政治言论来做 就是说去留的决定的话 那就太可怕了 就不再是台大了 所以我们台湾的民主的那个 现在已经从1949年 1996年民主 这个总统子选之后 所树立下来的DNA 还是这个非常深根地固 希望深根地固 我请问你 现在教学生 现在的学生都是 现在的学生 应该都是2000年以后出生的 对 因为18岁进大学 对对对对 他们是2000年之后出生 你教几年级的学生 我教 像今年我教两门课 一个是医学系的大一必修社会学 那因为我们社会系 希望未来所有台湾的医生 都能够学过社会学的必修课 通识课让他们比较能够理解 就健保 然后理解一个病人 不是只是一个身体 他是背后有他的社会背景的 所以我教医学系的 就是大一社会学 还有我教女性主义理论 那他就是学修课 各个年级都有 你的女性主义理论很负荷 等一下我们要评论的一个 昨天的连数 我问你啊 医学院的学生台大也 对啊 会不会很难教啊 他们应该都是台高 因为医学系的学生 真的是就是所谓的 考试中的精英 比起我们社会系的学生 真的相对比较难教 因为他们过去的训练里面 就让他们专注在 执着在考试成绩很好 而且他们也的确是表现很好 才到这 所以你要说服他说 社会学这门知识对他是有用的 他一开始就会先有一个很大的疑惑 他本来以为他要去学医啊 对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来必修这门课 然后他也觉得这门课里面 没有标准答案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因为医学的东西比较是有标准答案嘛 就是科学这个部分 可是社会科学的话 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有那个诠释的差异 那所以 不过这个对话的过程虽然难 我会觉得很重要也蛮值得 因为希望我们未来台湾的下个世代的医生 能够了解这个社会 然后对人文社会科学 有一个基本的理解跟尊敬 而不是觉得 为自然科学 就是唯一的真理这样 对 所以我会觉得比较有挑战性 然后的确比较难教 比起别的戏的人 但是如果看到他们的改变 跟他们开始欣赏这个社会学的知识 就对他的生活 跟对他理解这个世界的帮助的话 我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 现在的年轻人到底他们的 他们其实不大关心政治 确实 对 第一个不会看报纸 然后第二个 你又不看纸本报纸 纸本不看 然后网络报纸 网络新闻也不看 就是说不会像我们一样系统性的说 我今天起来要看一下几大报奖什么 我们是因为工作 我大学的时候也不看报纸 虽然我读新闻系 可是都在混日子 不像你们太大声 也没有也没有也没有 也是少数人 也许不看报纸是少数人吧 他们就是上课吧 他们比较是看那个social media 就是脸书上 或者是那个Dcard上 别人在传什么新闻 现在这一代是看Dcard的 所以还蛮偏实的 就是说他的同学关心什么事 他就关心什么事 真的同温层 对 而且比我们以前更同温层 因为同样的人会更聚集 因为有网络嘛 你觉得你跟他们沟通有代沟吗 代沟一定都会有 我觉得要说没有代沟 就变得是骗人的了 而且说你怎么样 从他们关心的事情出发 回到那个价值吧 然后教他们怎么去判断资讯 然后判断这个知识是好是坏 有没有问题 这一代2000年以后出生的小孩 是天然民主 天然毒跟天然民主 但是那个毒的东西很难定义 这毒就跟以前我们小时候 被抗争的毒跟洗脑的统 其实现在已经不见了 可能是中华民国太毒的比较多了 当然也有人认为 就是不喜欢中华民国 可是多数我观察到的 比较是中华民国主权独立派 这样子 还蛮多的 现在年轻人嘛 因为小时候生下来 就叫台湾人 可是我们国民叫中华民国 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国民中华民国的历史 那他们关心他们的未来 是关心工作吗 爱情吗 关心工作最多 然后要忧虑 要学习 有还要关心工作吗 现在因为台大毕业生 很多父母亲 都是中上阶级的蛮多的 那他们会有一个 就是对自己的期待很高 然后会担心做不到那个期望 就是说像我们以前 好像都比较会超越父母 因为父母亲的教育程度 在我们那个世代的时候 就是说算是完整 他们好像都比我们平均 比我们机会少 因为他们是在战乱嘛 对对 或者是台湾如果是本省人 他也是农业 就是说转向工业嘛 那第一代大学生 就是说比较多 那他们很多 已经不是第一代大学生了 所以父母亲会对他的未来 有很多发言权 那他们可以有独立判断的能力 会有 但是父母亲会 很多人会说 我读医生 因为我爸妈希望 现在还是啊 爸妈就是医生的也有 所以我觉得他们比较难 振脱父母亲的 对他的期待 然后父母亲期望他做什么 跟至少我这个世代的大学生 比起来 他们家庭的压力还蛮大的 所以我们也会希望 如果有家长在听 可以给小孩多一点自由 让他去寻找自己的方向 因为他们大概都是五六年 五年级生的小孩 对 那五年级生 其实台湾的五年级生 是蛮幸福的一群的 是蛮幸福的 就像你这样子的 对 但是这个五年级生 因为看到太多的事情 会很焦虑他的小孩 将来能不能跟他们一样 希望出人头地 或是希望他更好 但是其实现在环境的 不确定性很高嘛 比如说你看最近对考试制度的 对指考 对什么多元升学的 都是五年级的中产阶级的父母亲在焦虑 他会担心说 因为他自己的路就是考试 然后找到好工作 那他会担心 一个稳定的社会 对没有办法这样 所以会对小孩子的教育 然后对他们走的方向 坚持度蛮高的 好自己这个参加过 也百合选业的老师 应该比较不会关枪关掉的 这个一老卖老 一老卖老其实也没用这样 真的吗 整个的台湾社会范围都是这样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真的蛮厉害的 因为他们从小比较照守 各方面知识上 所以你要真的说服他 你没有办法用权威压他 就是说你要真的让他觉得 争取他的心 你很厉害 或是你教的这个东西 对他有帮助 对他知识上 对他看世界 你用权威压他 我再Google一下就结束了 对 干嘛去上课 其实是真的 就是如何吸引他 我觉得要蛮用心思的 所以这就是政治上面 接触年轻人是这样子 对不对 对对 对年轻人已经不像早年的时代的年轻人是 有的时候是爱乡徒 像1980年代 尤其是89年这个80那个时代 国际之间也有个大气候 那就是民主开放嘛 这个独裁专权的围墙被打掉 所以台湾其实也就是撑着这个大气候 那接下来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民主的素材跟元素呢 现在如果我们这种四五年级生决斗 哎呀我们碰到的民主好奇特 其实可能对天然民主天然毒的小孩来讲 就这样啊 他们会比较常批评 你们这一你们这个爸妈世代自己也不民主 听到没 好这个 但是我觉得那个主妇世代也不民主 就是昨天那出现前天晚上出现的一个支持赖金德先生 支持赖金德先生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这个值得肯定的抉择 可是你怎么可以叫人家别人不要选举 而且我觉得不太好的是说 李远哲先生带头联署 说叫人家叫人家蔡英文退选 那不是说不可以没收初选吗 所以有个朋友在脸书上写说 这不是没收初选吗 哎我觉得这些人 可能是压倒这个或是帮助 我不想讲这个 因为我也认为他们两个人的参选 都还表现民主君子之风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帮助赖英文的最后一个悄悄版啊 等一下我们从女性主义这个的老师范云的立场来看 像郭宽敏先生说叫赖英文退下来 让年轻的这个赖金德 他叫他年轻男孩 可能因为他自己真的是差距很大 在他眼中了 对啊 那而且赖金德look like 这个好像比较比较 这个年轻啊 跟他的年纪相比 可是不管你怎样 在最后关头 我仍然要表明我的立场 我从来就不赞成这些老先生登广告 逼退人家蔡英文 如果说你们说没收初选 我不可以接受 那你为什么要在蔡英文身上 没收人家的初选呢 老先生有时候就回家就好了 还一弄孙就行了 等一下我们从这个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好 马上回来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请教的是社民党的主席范云 他要参与这一次立法委员的大安区吗 对 那我主席卸任了 我现在是那个一般党员 是啊 你们主席现在是谁啊 这是丁永延 他是长期在做劳工运动的 哦是 哦好 那你社民党还提名你啊 会啊 应该是会吧 还没有正式处理 大安区绿营的人蛮多的耶 这个第三势的也蛮多的不是吗 也是 但是因为就是说 大安区因为长期是国民党一党独大嘛 我是说就那个区英立委 你知道我插嘴一下 那个地方的蒋乃兴选到两届立法委员啊 我说他没见过他啊 因为你都没有参加基层活动 他还蛮常出现 他们从来都没有来拜过票 连电话都没接过 他就当选了 你就知道国民党多强 更不需要我们这张小小的票 好好笑 我是在大安区中校动物四段 那是精华地区 我们那个里也是国民党的里长 他后来也放弃我了 也从来不来跟我拉票 笑死人呐 我们叫中间选民你懂吗 所以大安区现在 那你有拿过我的文学吗 还没啊 那我觉得上次有啊 上次有是吧 我们的大楼大概管很凶吧 对大概进不去 对像很多的这个大楼 因为他希望中立嘛 那就不希望这个邻居之间 为了蓝蓝绿绿的吵架 然后你又不跑 不参加邻礼活动吗 我们就接触不到你 所以里长要发那个什么游览啊 什么的我都没有去 但是我是关心里名啊 也是也是 你那个是哪个里 城安里吗 建伦里 建伦里 那个林里长这样 对我们建伦里的里长 就是年轻人很有钱的这样 对他们有林家这样 林家那边 对对对 我们那个名要百货后面那片地都他们家的 哎你可见的你保得不错 考试过关 很熟悉 他最近都会办音乐会在那个家庙 对对对 那一代 那你在中校东路 米耀百货后面有个家庙 据说那一块地都他们家的 因为他们是那边的家族嘛 台北市大区有一些传统的家族 所以你们都知道 所以你现在的 扶上台面的第一手是林一华 对对 他已经替名 他通过国民党的初选 还有呢 目前主要就是他吧 是吗 民进党呢 民党目前是那个周伯雅议员也有在争取了 有 因为这一区是民进党的所谓艰困选区 所以要征招 就是党中央决定 比如说要征招谁 或者说要不要离让第三势力 我觉得干脆就克文哲模式好了 我自己看那个状况 可能呢 民进党跟社民党实在力量合作 对范云快一点 周伯雅不是不好啊 因为你上次都已经败选了 而且现在民进党的趋势 就是又不被年轻人喜欢嘛 对不对 当然我是插嘴而已 我现在请教范云那是说好 你的上一次的选举你是 其实上次你选的还不错 对就是输给蒋乃馨一万多票 我得了快六万 他七万多 以大安区这样算差距很小了 不过上一次是蓝英海啸 对上去上次 对这次有很多不确定的部分 尤其是像这个民进党的初选 也会让很他的政党制度也在下降嘛 所以他如果初选结束之后能够团结的话 其实会对整个大局 对我们这种非国民党的候选 在深蓝选举的话 好一点是吗 也会有帮助 上次民进党在那儿没有提名呢 对上次他们是礼让我这一区这样 对 上次礼让 那这一次更应该礼让啊 下次我访问卓荣泰的时候问他一下 还不知道 太忙着总统大选 对了 还没时间处理这种监控选情 卓荣泰还蛮有智慧 好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民进党的 跟国民党的初选 民党初选 其实赖 罗文嘉秘书长昨天在脸书上 也公布了一个 他们怎么样让这个机制公开透明化 他们很努力的做 是很尊敬的 至少我到现在为止 没有人会认为他们两个 很绝对偏袒哪一方 会相信初选的公正性 那这样就成功了 而且他努力的叫外界来 今天罗文嘉的脸书也这样说 但是意外的是 其实他们现在双方的阵营 加入手机民调之后 有很大的变化 因为手机 据说接到手机的电话的 这个民意支持度是 昨天今天可能是落差很大的 因为你很难做区域的分别 你可能今天全部不小心跳 都跳到北部了 那就不同 那所以大家都严正以待 在严正以待的时候 昨天就是李远哲先生 领先联署 这个叫蔡英文退出选举 而且还叫他退出选举 去做两岸外交 做国母 让给赖清德 那很多人昨天就很不高兴 这些绿营支持蔡英文说 因为郭怀敏说叫赖清德 这个年轻男孩去选 我觉得他的用词 当然就是他应该不是 轻挑或是干嘛 他真的可能觉得 他是年轻男孩 因为九十几岁了 你叫他看这个六十岁 他可能觉得 的确是年轻男孩 我到选区人家都叫 少年年少年 觉得我是少年 其实我是中年 所以这也无所谓 可是呢 这个联署 就是你们也叫人家 没收初选 老先生 你那时候不是 你们不是一堆人 派出了同理念的人 在民党中央党部面前 那个批判人家 党中央 叫人家不要没收初选 虽然他改了一些机制 可是这些机制 好了 在民主机制里也通过了 那所以赖清德今天早上 大清早 他发了一个脸书 他说 党内初选是民主机制的 落实 应该交由人民 做最后的决定 那公开公平完成程序 我本来以为说 他要呼吁说 党不要这个怎样 但是后来这一句话 原来就是他的立场 在初选前谈 谁配谁 或希望要求一方 担任国母 都不符合民主的真谛 这才对呀 所以他今天等于已经几乎 跟李远哲先生 顾宽敏 这些前辈说 我求求你 你们闭嘴吧 我想他这个应该就是 表达说之前的 不管是李远哲先生 或者是说那个 就是说顾宽敏先生的说法 并没有代表他的言论 对呀 他们是自主性的想要帮他 那当然就是你刚刚讲说 我教女性主义 怎么看这个事 我觉得就是说 大家的性别敏感度不够 据说我们这些 其实也都是对社会 很有贡献的李远哲先生 他之前还是我的院长 因为我在中研院工作过 真的是非常的努力 回国贡献 不管是在科学 或者是在社会的改革 不管他的结果 大家接不接受 因为教改也不少人在骂他 但他们的确是用心良苦 是是 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然后这个做我的过程 觉得就是性别敏感度不够 他们有意识到说 他们其实一群人刚好都是男性 年纪又这么的大 就是让人感觉权威感很重 然后站出来就是说 对一位比他们还要年轻的 女性的领导者 而且那个报纸的广告 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 其实逻辑上怪怪的 前面两段都是在讲 对前面两段都是在讲那个贡献 国际贡献 然后突然之间就叫蔡英文当国母 就如果这么有贡献 为什么要当国母 然后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好我们刚才讲到了 就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 他们的性别敏感不够 就是今天呢 其实署名的这个广告 今天也有出现在报纸上面呢 那他们是替赖清德来催民调的支持 那当然蔡英文总统也有广告啊 这个我们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听到赖清德跟蔡英文的广告呢 赖清德院长是自己发声呢 蔡英文总统 他是请了年轻的女孩子来发声 因为蔡英文总统在被赖清德逼宫之后 是这叫逼宫其实也不太对 我收回好了 我现在要中立中立又中立 逼宫不民主 其实国母也不民主 我不喜欢这个话 你以为你是公位 我满像是那个革命之后建国 才有国父或国母 民主国家没有所谓国母国父 然后问题是国母也不是你疯的 老先生这个帮倒忙 因此今天你觉得赖清德已经说清楚了 没有什么国母的问题 他是在做就是直写了 至少他这边讲到就是说 要求一方担任国母 都不符合民主的真谛 那另一方面他也在针对另外支持小英的人说 初选前谈谁配谁 所以他等于是两边这两种 他觉得都不符合民主的真谛 应该让我们选到底 所以我想至少他明确表达他的态度 那这样子应该他是有观察到 像昨天我就看到网络上蛮多人反弹的嘛 就是说很多人都自己说自己是什么 小男孩小baby受精软 说什么之类的 就是所以我想 就是说至少我觉得主 这个这次的这个处理人 两位主帅到目前为止都还是蛮维持 基本的风度 那如果透过这个过程中 两个人都把自己的缺点修正 看到自己的限制在哪 然后强化自己能力 譬如说蔡英文 这两天空战就非常漂亮 昨天你有没有看到他的那个line 可以马上 譬如说把终于扣跟蔡英文的照片合成 不过看到很多公众人物都不敢做 这个年轻人 年轻人在做 我还仔细观察了很多的 特别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们 大家都紧守中立 我本来很想玩的 后来我觉得不要不要 每天又被骂 你知道我们讲一个对蔡英文有力 就被赖粉骂死了 对赖有力又被英粉骂死了 我都快烦死了 我不讨厌这两个人 可是我讨厌英粉跟赖粉 所以可能很多人都希望 不理性的赖粉赖粉 趕快顺利结束 对 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发挥战力吧 也能够让民进党 就是说止血 所以以目前民调看起来的话 其实两位如果能够在初选后合作 其实还蛮有希望 现在这个民调 我觉得民进党应该做一个民调 就是说出选结束之后 立合客做一个民调 要不要迎来配 也是 其实可以把各种配做民调 对啊 那不管是蔡英文2.0 或者是赖清德2.0 我觉得加在一起的话 其实之后的那个 而且让大家感觉到 进气前选 因为平常讲 这些区域立委 政治人物都知道 在地方选举 特别是立委的选举上面 赖清德的底气 跟亲和力是比较够的 因为蔡英文 第一她是总统 她下乡 她去哪里是有随护 这已经够讨人宴了 还有危安 像这些事情 就会死得 蔡英文总统 好像有铜墙铁壁 所以如果真的 有另外一个候选人 是可以 说帮忙这样子 对努力的帮忙出复选 其实是有很大帮助的 中南部一定这样 那北部其实赖清德 还没有发挥 这些时间还蛮短 对啊 所以他们两个人 其实都还 因为现在民调 双方阵营 做出来民调都 可是蔡英文总统 应该感激赖清德院长 踢你一脚 就激发2.5的实力这样子 就提早备战吧 对啊 提早开大大学 害她那些身边人的坏毛病 一个个要改掉吧 这个 现在当然蔡英文阵营 有人在破坏英赖配 有人还是想去跟蔡英文配 可是我不认为民党里 其他任何人可以配 而且很多 但是很多人又觉得副总统 我们都没有听到谁跟他比 你用鼻子闻就知道了 你鼻子 有的人想要因人配 这个重来 可是陈建仁是一个天主教徒 他已经说不要了 他大概不能返回 那其他人里面 其实都是我们大家好朋友 不好意思讲 我只觉得蔡英文总统 你要远离小人 我觉得如果因为 其实有一些些微分裂 我刚说基层的支持者 那如果蔡总统希望把 就是说假如是他胜选的话 我们先假设 就是说赖清德这股能量 整合的话 绝对应赖配还是最好的 当然因为赖清德挑战现任总统 可以把你逼到最后关头 都还很紧张 这个表示他实力是强的 因为他有中间选票 赖清德很奇怪 他中间选票 其实我不觉得这是蓝营在灌票 蔡英文身边人 每次都灌迷 他常常给蔡英文说 那是蓝营灌票给赖清德 可是你做对比的时候 也是啊 做真正会灌票的人很少 现在已经没有那么无聊 要灌票 那是当年这个红秀柱的时候 好像据说绿营的人 故意灌给他 那不管怎样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更好的候选人 红秀柱那时候 对啦 对啦 因为他们有一个红秀柱条款嘛 对不对 那不管怎样 其实民主这个东西就是民主 老先生们 国母 什么年轻男孩 什么没收初选 这种事情 你骂别人不准做 那你自己不能做啊 所以又说人家是 毕宫保皇拜 好了 这些字眼我们都不要了啦 大家就好好的 应该大家 往前进 正面的说自己要支持谁 为什么 因为现在 比较好 年轻人的亡国感很重 我都是收到很多的年轻人告诉我 说 他们现在叫 比较关心两岸的人 叫芒果干 像我课堂上也有学生 我问他说 你们最近有什么烦恼 然后我想要用社会学的方式来连接 就有一个学生举手 就是担心两岸 担心台湾 像香港 因为D卡的里面有 有小朋友在讨论啊 我讲小朋友是年轻大学生 的确是 就是也许比例不是很多 他这样讲的时候 其他人有 因为我后来看同学的心得 就是有些人也有同感 但是也蛮多人无感的 觉得就是说 为什么不就跟中国交流就好了 是 对 因为他们不把中国当成邪魔的敌人 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要把你吃掉 而且这个是不是表示他们统战成功啊 就是说 其实这个政治 年轻人就跟我们 就是说成年人一样 他有不同的分布嘛 也许跟家庭 他从小的政治领域有关 但我觉得年轻人跟我们不一样 就是他的 他比较容易改变态度 然后他的那个扩散性很惊人 因为你那个时候都是跟同侪 不是跟家长在一起 同侪才是你学习的对象 家长已经不在 是你要反叛的对象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他里面的领导性的意见 比较可以乐观的是 最近好几个学生会都针对那个假新闻 针对中天变寒天 他们都会发表共同的声明 而且是 其实只有台大联合好几个学校的学生会 所以我觉得这股力量 会不会再为及时刻 变成另外一个有点像太阳花的 是还蛮值得观察的 其实中天变寒天也就罢了 其实他是很中天 郭台铭都认为那个是黑锅这样 他是黑锅的这个总司令家 韩粉 郭台铭这样讲 可能有些年轻人会 其实郭台铭的年轻票是多的 所以最近吴敦也在考虑要把手机纳入 对 你看像你看像这种什么百分百相信美国 台湾是唯一苏家 台湾也没有百分百相信美国 但你百分百相信中国 台湾是必然苏家 就是这种标题进不进检验 好百分百相信美国台湾是苏家 是台商是苏家吧 或者是你的老板的这个生意会是苏家 但是你百分百相信中国 那已经变成香港 而且这个不只是可能下场 比香港还要严重 这么简单的逻辑 还好意思 然后我的朋友里面那些 有人见过汪洋的人 还在跟我辩论说 见汪洋什么了不起 他说要一国两制 那这个我们要充满自信 就不会被这个如何赤话 见鬼了 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就看 现在国民党的候选人之间的 初选战的问题是英赖在初选 下个礼拜的今天就会有结果了 初选之后英赖所面对的才是 台湾人的亡国感 美国跟中美这个贸易战争之后 所引发的重大的这个挑战 以及台湾的年轻世代的未来感是什么 还有你们所面对的国民党的 黄复兴加上这个也就是老的统派 加上地方的派系 黑金的这个一律派大结合起来 这是一个很艰苦的战役 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请这个社民党的主席范云 来告诉大家他的看法 而今年的选举也要看民进党 会不会离让社民党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这个社民党的这个他不是主席 他现在是党员他已经卸任了 前主席他要参与的是立法委员的选举 上一次才输贾乃馨大哥才输了这个一万多票 可是今年的选举呢 因为所谓的国民党打着招牌 我不是反国民党 可是我觉得国民党如果是老统派 这个黄复兴加上黑金派系 这个党的 我这是要替这个蒋经国掉一把眼泪 黄复兴你们是支持蒋经国的 只是蒋经国绝对是不容许黑金存在的 结果黄复兴现在是对 完全就很好笑 然后韩国瑜还在凯大哥安肇事上面 还讲蒋经国李光耀跟那个邓小平 不是很好笑吗 还三位一体的 天地人合一 真的 我想那个两奖可能都要掉泪了吧 这怎么办 这个真的不知道 你怎么看这个国民党的初选 这个到年轻人支持的是郭台铭还是韩国瑜 这两个年轻票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数字 郭台铭应该会略多一点吧 但是现在所以才会 吴敦仪最近在讲要把手机放进去嘛 因为郭台铭如果仔细算一算 应该会认为手机会对他有利 因为你看那个 今天你们做的我还没看到 昨天三例做的我看的比较仔细的时候 那其实就是韩国瑜拿到最多的退休之以上的人的选票 那这个部分是他完全赢蔡英文赢那个科批的部分 那郭台铭相对来讲的话就比较是在中层的 就是还想要经济更好的人觉得他有能力的 这个部分蛮多人是支持郭台铭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把手机放进去的话 年轻这个部分他初选上也许会再拉近一些 他本来在诗话的时候 郭台铭在20到29岁就比较占优势 然后他在中产就是收入比较高的占优势 学历高的占优势 但是问题是说现在他被这个定义成为一个权贵支持他的 那这个韩国瑜本来是韩国瑜是庶民 可是我觉得韩国瑜现在变成派系的头头 黑金复辟的总领导人 这个很麻烦呢 对 我不是说歧视这些黑政治更生人啊 什么严清彪啦 张荣卫啦 傅昆奇啦 然后接下来是地方的议长啦 蒋根皇啦 周点锐啦 吴俊丽 这其实本来就是国民党的基层嘛 其实这就是说 他是恢复国民党的真面目嘛 然后那个韩国瑜 当你要赢的时候都会无所 很容易无所不用其极嘛 那他对他来讲的话 他基本上是空的还是空战 那他需要陆战 那陆战这些人靠过来的话 而且这些人可能跟郭台铭并没有那么熟悉 所以他自然而然就形成一股力量 对 这股力量很大耶 也精分诚实 被大家看到的话 可能像马英九这些人 他就更希望郭台铭能够当选了 可是据说马英九这个 我是听了明凤在节目说的 他说马英九最近跟这一部 他的前葛园吃饭 大家在场里面抢到韩国瑜当总统 或是总统之后就当国民党主席嘛 对不对 对对对对 他们觉得 觉得也OK吗 还是说当然不OK 所以应该会很努力的帮郭台铭吧 其实郭台铭的智囊团就看到其实是蛮强的啊 他短短时间之内就接近韩国娱乐之菜美营 不他应该是一出来就接近了 好吧以他的知名度 可是我觉得他的形象塑造稍有问题啊 当然当然当然我想他就是最严重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他的资产在中国嘛 对啊 就是说到底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他能不能有自主性 那第二就是说以我看到的 就是说大家还是会对他在劳动 在就是说他有没有真心关心年轻人 他是不是庶民他关不关心劳工啊 他曾经是庶民 但是他是一个强势的老板嘛 对啊 对那这部分就是说 至少以我看到的资料 就是他那个血汗工厂 不是说像昨天叫大家去看一下 他叫苹果日报去拍他台湾的工厂 台湾是R&D中心 对啊 非常不一样 又不是那个装配线的工厂 对对对 因为他你对R&D的人的管理 跟你对装配线的 蓝领劳工的管理方式 不会是一样的 我也觉得苹果日报很饱哎 他们就这样子把那个 我管你什么吃什么饭啊 那个餐厅啊什么的 就是说这种方式 这个有用吗 这个就是说 就是对不了解的人 好像可以糊弄过去 可是对了解的人想一下 就知道有问题了 可是他骨子里的问题是 当然韩国又现在不会打国台名了 他也是就说 他如果他的资产在中国 然后现在中美贸易战打成这样 他又被认为是全全世界 受到影响最大的一个一个企业 但是他又帮中国讲话 要吻台商 对对 这些种种其实像对 像我想其他的台商 台就是说那个电子几个 也未必会支持他吧 电子几个私下 当然我不是讲这几个啦 电子业有非常多有钱人啊 非常多这个山头产业链里的老板 我从我的朋友所得到的消息是 他们私下其实就还蛮嗤子以鼻的 可是对韩国瑜私下嗤子以鼻的人更多啊 跟他一起在眷村背景长大的人 我们刚刚讲说那个比较不大懂得尊重女性 郭台铭这问题也很严重吧 你看他随便讲自己老婆的话都会讲成那样 然后他的这个威权心态 讲过去讲民主的这么多名言 就民主不能当饭吃等等 他会让大家担心说他这样人当领导者的话 台湾这个民主能够持续吗 所以我觉得他那个非常威权 非常不尊重女性的部分很难隐藏 好 你在基层呢 大安区一定是蓝多于绿嘛 对不对 他的中间选民多嘛 也在改变中啊 因为你如果去看那个台北市长的选举 其实丁守中的得票在大安区也只剩下42%43% 就是说绿加白已经过半了 所以我觉得选民也在改变 不过当然说这一次的选战又跟市长不大一样 对啊对啊 可是没有啊 绿加白里面克文泽跟姚文志 那个是人的实力的变化 也不表示是 对 代表他已经不是对国民党那个党会极度忠诚 当然 支持韩国瑜的人也不是支持国民党耶 那是支持韩国瑜 蒋经国在世呢 蒋介石这个重生呢 因为我觉得很多支持国民党的 有一种是讨厌民进党啦 对对对 那这样的人其实 柯P就有办法拿到他们的选票嘛 那你跑基层的人士 他们给你们这些小的政党的这个候选人的激励是什么 他们还是觉得我觉得现在有一种风气跟感受 就是讨厌大党 那讨厌大党的话 柯文哲就容易得力 对 所以其实柯文哲在这方面他也得累不少嘛 因为讨厌大党觉得这个人好像还不错 至少就是支持他的人就觉得他说真话说实话 因为觉得其他的人都不大说真话说假话说官话 所以大党区我觉得也有不少 至少会有20%的人基本上是任何政党都不相信 那就是说谁能得到他们的选票 那就是说所以我觉得回来讲就是有很多支持国民党的 包含大党区的铁中的我觉得丁守中那个 差不多四成三到四成应该就是 那是国民党铁票 那可是柯文哲的票可能解释成就是说 包含就是说担心国民党回来的人 比如绿不是最后也有些人投他吗 另外一种就是讨厌民进党 但是就是说不是国民党的也OK的这样的选票 那所以对我们来讲 如果在大党区要胜选的话 就是能不能够团结所有不想投给国民党的 或者原来支持国民党 但是觉得你不是民进党没有威胁性的 这种人他愿不愿意支持 你会寻求柯文哲支持吗 目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靠谁都很困难 靠自己比较重要吧 因为你看上次那个谁 那次补选的时候 柯文哲支持的人也未必 陈建民的女儿 对也只有得到一万多票吧 所以我觉得可能靠自己比较重要 OK好 我们的范云教授他是台大教授 所以现在你还在上课 那下去期会跟台大请假 下一期开始啊 九月开始就要打选战 八月 八月开始就要下一次 我们以后再来问您 那时候野百合之后就不投入政治 到现在才投入 那些当时的这个同志们 人家现在都在高位上了 我们再来聊吧 谢谢你啦 加油啦 谢谢寇寇姐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呛新闻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